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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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头刀 我现在来到了万里渔港这里 今天呢 我们将要一起坐船出去小高高一下 去钓一点海鲜回来吃 至于今天会钓到什么鱼 实在是不得而知啊 因为钓鱼都是未知的 充满冒险的一段旅程 那等一下一起上船 去看看到底有什么东西吧 GO 各位我们已经到钓点了 那首发的钓鼠是想要用鱼皮钩 那就来坐钓吧 鱼皮钩 比如说 各位 leans 据鼠 快撬 走 各位 我們到第一個吊點就開湖了 海風 海雲 海茫茫 不管今天是怎麼中 為什麼他都是白鴨來加啦 不要再來了啦 快點 終於了 終於了 我們是 1 感覺沒有拉力 就是垃圾 我整個收掉了 我整個收掉了 欸 欸 欸 怎麼這樣 怎麼這樣 我在割誰 我 喔 割你喔 啊 啊 踢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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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 踢 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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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裡面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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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隻 呀 還有一隻 呀 成功欸 哇 我釣到白帶以外的魚了 呵呵呵 我覺得可以欸 哇 哇 沒有想到 這次 我們可以釣到 這麼大的魚欸 喔 喔 喔 是說各位 我們已經回到土豆的工作室囉 那等一下一起來料理這隻鯉魚吧 今天我想要做清蒸鯉魚 至於今天做這道料理的材料有 有 素蠔油 紅標米酒 糖 鹽巴 鹽巴 干貝醬油 還有胡椒 乾醬 豆腐 還有一把三星蔥 那材料都準備就去了 我們來幫這隻鯉魚 去鯉 開肚子吧 OK啦 我先去完他的魚領 那接下來我要幫他開肚 把他的魚肚清乾淨 哇 我竟然沒有辦法打開他的魚肚欸 我的刀子根本畫不進去欸 等等就想辦法把他的魚肚清乾淨吧 魚肚切完之後 我們先將魚放到一旁 接下來因為要擺盤 我是打算在盤子底下鋪一層蔥白 讓魚跟盤子是分開的 是說各位 工作室裡面目前最大的鍋具跟爐具 似乎都沒有辦法好好處理這隻魚 所以等一下我是打算說 把這隻魚分成兩半 那我們就將這隻魚擺上盤子吧 好期待欸 等一下蒸出來會是什麼味道 蒸鍋已經準備好了 蒸鍋已經準備好了 那現在我們來加水熱鍋子吧 那在蒸鍋熱之前 我們要加上鹽還有米酒 是說一定有很好奇說 我剛剛不是說今天準備了紅標米酒嗎 沒錯 紅標米酒的空罐在這裡 我是因為為了使用方便 我將它裝到寶特瓶裡面保存 這種鹽的使用就見仁見智啊 接下來再加入一點米酒就好了 來吧孩子 水瑞 米酒配著鯉魚味道 好香喔 接下來讓熱鍋蒸魚12到15分鐘 直到這個魚有熟為止 我們先將爐子推到旁邊吧 這個時候我們剛好可以利用時間 來準備佐料還有醬料齁 欸等等 我好像想到一個東西還沒有放 這是乾薑啦 是說這個乾薑應該要鋪在魚的表面上 讓魚可以去腥啊 趕快把乾薑鋪上去吧 OMG 天啊 我怎麼會忘記這麼重要的步驟啊 因為通常魚都會有腥味 薑跟米酒就是去除腥味的最好朋友 我剛剛到底怎麼會忘記這麼重要的事情啊 可惡 嗚嗚嗚 這等於蒸熟之前我們來做淋醬吧 首先先加入糖 兩匙 乾貝醬油兩匙 脆肉 素蠔油 兩匙 還有紅標米酒 兩匙 接著加入美食好朋友 白胡椒 來吧孩子 我們先加一匙就好了 來吹下去 那這鍋醬我們先放在旁邊吧 這個時候再來切一點豆腐丁 把它混到醬裡面去吧 哇 這個淋醬好香喔 各位都知道白胡椒是一個會讓人味覺高潮的調味品 如果你也是喜歡吃白胡椒的人 請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你也喜歡吃白胡椒喔 既然魚都準備好了接下來我們來做淋醬吧 那等一下等待淋醬煮滾過後就可以關火囉 接下來趁魚跟醬還是熱的時候趕快把蔥段灑上去吧 哇 真麗魚完成啊 那我們開動吧 哇 總感覺豆腐在我的舌頭上演奏的交響曲 太美妙了 豆腐圓滑交響曲 太美妙了 天啊 沒有想到鯉魚的刺這麼多欸 難怪我在釣道的時候船長跟我說他的刺很多 我吃起來要小心啊 不是吧 沒有想到比較大塊的肉吃起來 你會有一種比較綿密的感覺 你用舌頭輕輕的將肉推到上 魚肉它隨之擠壓 會像雪花般一樣散開來 還有吃到如此鮮麵的海鮮 怎麼可以少了海鮮好朋友呢 沒錯 台灣啤酒金牌 那用這如此美好的金黃色敬各位 海鮮配美酒 這是如此奢華的享受啊 對我來說 出船去釣魚 它不只是一種休閒 它也讓我擁有 探索未知的世界 那這個魚 我等一下會把它吃完的 我們下個影片見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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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很喜歡 我們下一個影片 我們下一個影片 của我的天啊 我們下一個影片